跟一般同伴的一同的追求主 愛主 介紹主的話 認識主 後來我畢業了 畢業了就回到基隆 基隆造會的生活對我也是陌生 因為我大學生也都在 大學很積極的參加 暑假就是暑假 對不對 暑假啊 暑假要幹嘛 暑假要睡覺啊 這是我的人見的過去 後來我回來基隆之後呢 就不久就當兵 但是我這個放假就回來 後來我就住在大圍 我就在五輪區跟明顯弟兄夫婦 是的弟兄夫婦 然後一起過教會的生活 那感謝主在那段時間還沒有提婚之前 我最喜樂的就是啊 每週六的晚上 在這邊有成全聚會 交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樣的聚會的裡面 常常主就藉著弟兄們的供應 向我的心說話 在教會生活中 這是享受主的供應 也這個羨慕啊 這樣過這樣的教會生活 後來我結婚了 我25歲就結婚了 26歲我的女兒就出生了 那我那個很年輕就結婚了 我還沒有什麼買房子什麼 那時候還跟姊妹 那些人 哇我們跟爸媽一起做 然後把爸媽也帶來過教會生活 然後就說 哇好感謝主 我們就這樣子生活 生活之後才知道 哎呀不是這麼回事 生活不容易啊 那年輕小孩就生出來了 那時候年輕 那個嬰兒對我來講是另外一種生物 我沒有辦法處理 我那個新手法長 還有這個佛系的問題 當然他們沒有太大的問題 都是一些生活的小事 可是這時候我太年輕了 我是沒辦法處理這些東西 我常常在我的心裡 在家裡面很多的事情 那時候下班要回家 哇要回家 心情怎麼 因為有很多家裡的事情 小孩的問題啊 這個夫妻啊 這個跟爸媽啊 很多的事情 但是感謝主 說我維持這個婚姻生活 我沒有辦法 在我裡面蠻有重的 但是每一次想到要小牌 不論我們怎麼樣遲到 小孩還小啊 買瓶尿布啊 很多的問題啊 我們都要去小牌 在小牌之前 家裡是很多的情形 心情是很多的情形 但是很特別 來到小牌聚會 來到弟兄姊妹的中間 哎呀弟兄姊妹 陪我們唱唱詩歌 哎呀讀讀主的話 弟兄姊妹交通交通 分享分享 然後小牌結束之後 大家就用點點心 哇彼此療癒 哇這個小牌聚會一結束 我們跟姊妹就是 哇非常喜樂的 回到我們的家裡 就覺得 哇萬鈴之夜 懷得居所何能的可愛 我的心腸真是羨慕 向我的佛神呼籲 教會生活 對而言就是非常的喜樂 都是沒有教會生活 我們可以講 真的 我們這個家真的是 途徑不到在哪裡 不是我們不相愛 也不是 反正就是主啊你知道 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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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偷竊 就是要殺害 就是要毀壞 你婚前再怎麼相愛 再怎麼好 到了婚之後 很多的情形 反正仇敵就在心思裡嚼了 嚼到我的父母 嚼到我的妻子 嚼到我這個人 很多的情形 你就過不去 事實上外人來看 沒有問題了 可是在心思裡 就受嚼了 仇敵來了 賊來了 就是偷竊殺害 毀壞 但是感謝主 神有祂的居所 神為我們安排了我們的家人 神救了我們 不只是要叫我們得救 甚至要幫我們救到祂的家裡 在神的家以外 我們只有被打個半死 在神的居所以外 就是賊會來偷竊殺害毀壞 但是神為我們安排了祂的居所 教會不要忘記 你有你的家人 神救了你 就是要把你帶到神的居所的中間 不要以為在神的居所以外 你可以怎麼發展你的事業 怎麼樣努力 怎麼樣經營的家 不 仇敵來了 賊來了 沒有人能勝過 除了回到神的居所 所以那個 在我們剛剛讀到那個 上一頁 上兩頁 說 冠軍之耶華 我的王 我的神 在你的兩座坦克裡 連麻雀也早早防護 辯子也為自己早早爆竹 這次主日聚會 看弟兄姊妹 進到這個會所 看弟兄姊妹 突然這個境界很有感覺 弟兄姊妹 我們看看我們每一個人的區 看看我們的弟兄姊妹 每一個人情形不一樣 有的人得救多年 有的人是剛得救的 有的人對聖經很清楚 有的這個不清不楚 那有的人是自以為清楚 懂我意思嗎 那常常你跟他講這個 他就講這個 然後覺得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 我們這個教教授說 這是從剛剛 從十歲到九十一歲 各個年齡都有 那每個人也難處都不一樣 有的是身體的為難 有的是工作的為難 有的是家庭的為難 各種的情形我們聚在一起 哇他做了一個深深的感覺 萬群之羊 在你的兩座壇那裡 就連麻雀也找著房屋 就連燕子也為自己找著爆竹子 不用準備來到我們的區的裡面 不用準備各個情形不一樣 背景不一樣 程度不一樣 他們的難處也不一樣 但是當他們來到我們的區裡 來到我們中間聚會的時候 他們能不能夠找著房屋呢 他們是不是在這裡 真的找著爆竹子窩呢 還是這裡只是一個聚會的地方 還是這裡只是一個 有難處就來找解答 沒有難處就離開呢 還是丟著被 我們來到我們的區 來到聚會裡面 我們有沒有一個感覺 主啊這裡是我的房屋 這裡是我可以爆竹子窩 不管怎麼樣 我總是心化在這裡 不管怎麼樣 這裡 你只要知道萬群之葉華居所 為什麼可愛 不是因為為什麼漂亮 不是因為這裡啊 怎麼樣很乾淨這裡 不 你知道我們都知道 家 什麼是家 不是外面的建築 而是裡面的人 一個家之所以甜美可愛 不是因為它很大很漂亮 不 是因為爸爸媽媽 孩子 他們甚至是長輩爺爺奶奶 他們在一起 沒有別的 滿了愛 在這個愛就是這個家的成分 神的愛 神的這個餵養 就是我們這個神的居所的成分 實際 所以丟著被 當這個丟著被 來到我們中間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對他們有個感覺 主啊 或是我們來到區 有個感覺 這是我的家 這不是一個聚會的地方 這不是一個來 像學習敬拜祖父 我們是也一起來過生活 今天我們這邊來到我們中間 是不是一個感覺 主啊 我們是他們的家人 他們是我們的家人 在我們這邊 我們是為著什麼 為著什麼 因著什麼 而成為家人 在你的兩座壇那裡 剛剛今天我們有講到 兩座壇 我們聚在一起 不是因為氣味下流 我們聚在一起 也不是啊 彼此取暖 不 我們不要忘記 個人到西蘭寺來 超建設 我們之所以 在這裡有房屋 有爆竹之窩 是因為這裡有兩座壇 感謝主 每次我來到這個聚會的中間 來到這個小孩的中間 來到弟兄姊妹的面前 我有什麼的難處 家裡很多的情形 有時候我沒有講 就像我那個時候 很年輕的時候 家裡說我沒有講 但是我們就一起來到主的面前 來到主的兩座壇這裡 藉著經過這兩座壇 主在這個中間 對我們來說話 主的自己 與我們同在 主溫和的餵養我們 很特別 你的難處好像 有時候不用講 有時候交通出來 有時候沒有交通 可是主就在 我們的親愛神的家人的中間 神的愛 神的共益 就充滿了我們 我們跟姊妹 我們合冷的需要 這樣的第一件 我們有一次 確認弟兄跟他交通 他說 他們 他的區域 他有時候要下班 有一次 那個區域有兩個弟兄 就問他說 你下班了 有沒有空 我們要去你們家 再去你家 坐一坐 他說 被人家下班時間很累 他就說 好 來來來 他問人沒有做什麼 就是泡茶 泡茶聊天 聊一聊 然後 好 感謝主 然後交通就習得回家 第二天又來他 今天你下班 你問我空 我們再見你家 就知道好像一個禮拜嗎 還是兩個禮拜 反正就是 陪人家都不懂 為什麼要一直來找我 也沒有特別有什麼事情 後來才知道 我們這個弟兄 他以前 因著這個 驕傲的壞朋友 互入歧途 有一段期間 因著這個 西圖被這個 那個樂界所 後來他出來了 回到了神的家座 在這時候 享受主的豐富 回歸了正常的生活 至少好像一兩年 對不對 很多年的生活 後來呢 他有一次經過路上 有人跟他招手 打招呼 他就跟他打招呼 後來好多次遇到那個人 那不止幾個人 都跟他打招呼 後來他想起來 就是這些人啊 害我當初誤入幾土 他們來找我 他就非常的害怕 感謝主 他就想到了佩玥弟兄 他就感謝主 我就非常的摸著 弟兄姊妹 我們寧願 站在神殿的門檻 也不願 住在惡人的帳篷 今天外面的世界 惡人的帳篷 不只是這個 有時候那個工作啊 老闆跟你說 給你加薪啊 給你幹嘛 我們區域的弟兄也是做些 他以前很年輕 三幾歲就升當經理 後來很多的機會 50歲的時候他說 給你一個機會去日本 那個公司 去兩個禮拜回來 就跟你當升什麼 上升什麼 協議什麼 還是什麼 部長 回來跟你當部長 升官 哇 弟兄說什麼 不 這個機會讓你連線 我寧願 在神的殿的門檻 也不願在惡人的帳篷 駐留 什麼意思呢 就這個 參議員他很清楚 我當部長之後 一定會加薪 一定會升官 但是我也沒有了教會生活 你懂嗎 他當部長之後 就必須要每天留下來加班應酬 教會生活的聚會沒有了 小排沒有了 主日可能也沒有了 他一想到這裡就說 主啊 萬君之耶和華 你的居所何能可愛 我寧願在神殿的門檻 也不願在惡人的帳篷裡住 今天這個世界有許多的誘惑 仇敵有很多的軌跡 不會別的 就是把你偷竊 把你從神的家裡偷竊 把你從神的地位偷竊 把你對神的享受偷竊 被殺害 殺害你毀壞 不知不覺就流失在這個世界的潮流 跟丟臉 我們要醒悟過來 看見我們唯一的定命 就是神的家 神的居所 唯有這裡 有神的供應 有神的同在 祝福我們 祝福每個區 都有這樣的甜美的實際 神的居所